现在开始拆模具视频 首先把电关了 关闭电源 把盖子打开 这些红线全都是发热管的供电线 红线上面都有护管的 套管上面都有字的 比如说四正四负 要对应对面的字 现在开始拆模具视频 首先把电关了 关闭电源 把盖子打开 这些红线全都是发热管的供电线 红线上面都有护管的套管上面都有字的 比如说 比如说四正四负 要对应对面的四正四负 三正三负 要对应对面这些蓝色的护管 三正三负 现在把它们全都要拆掉 当换第二套模具的时候 第二套模具上面的线呢 全是有同样的数字 还有字母英文字母的 一一对应 那红色的红色的线头和对面的蓝色线头上面字要一一一对应 这里还有这里 好现在把所有的线都拆掉了 从这个孔把线全部都拉下去 好我们在底下看一下 电源线都是由这个孔穿下来的 现在所有的线都拔下来了 一组两组三组四组 给个特写看一下上面的数字 L1一正一负 好现在呢要把这个护栏 把这个护栏四颗螺丝扭松 把这个不锈钢板落下去 才有空间把这个模具脱出来 封口膜也要把它拉断 好 好 好 再看一下 两个护栏把它搞松 这护栏呢是由这颗螺丝来扭的 把这个把这些把这颗螺丝 松开整个杆就可以拿下来了 好放在这里等一下备用 下一步 把模具上面呢都有四个吊杆 吊杆上面有戒指的 戒指上面有螺丝 这四颗螺丝要把它松掉 这个就掉下来了 松完这个螺丝之后呢 底下这个模具 这个模具板呢就会掉下来 把这个板上螺丝松 模具上一共有四颗这样的 这个杆子 包括后面的也要松开 现在呢要把这个杆子底部 还有一颗螺丝 把它松开 一 二 还有后面三 四 全部要松开 好圆一点看一下 后面的也要松开 上面整个座 上面整个套层把上面也做 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板 先把这个板先拆掉 如果它打转的话就把三个套住了 好 现在呢 现在扭这四颗吊杆的时候 现在这个吊杆比较难 扭看一下 扭底下这个螺丝的时候 这个轴再跟着转 上面有螺可以卡的 你可以拍摊 扭这颗螺丝的时候 这根杆子有可能会转 转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到上面看一下 用一个套筒套住上面 这个外扭角螺丝 好 套住之后 底下再扭 可以了 好了 现在就底下这个板呢 就被我们拆下来了 把这四个吊杆再拉上去 拆的时候注意这个戒指 戴螺丝这个戒指不要丢了 等一下还要用的 是从上面拉上来的 看 一二一根有四根 好 放起来 下一步是把这个模具拆下来 找一个大号的开口班 三十 三十 三十号的开口班 看一下 扭气缸 扭气缸末端 这颗大螺丝 可以吧 拆的时候注意上面有两个 有两个戒指 有三个戒指 这三个戒指的话呢 不要搞丢 上面一个两个 上面一个 好 戒指要留着 好 整个模具就被取下来了 好 现在就是拆模具的过程啊 看一下 整个模具就被拆掉了 看 好 下一步的话 我们就是装模具 这个视频到这里为止 代 banget 没有 轴 轴 操 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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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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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